天上飞的是什么?是鸟吗?不,是飞机。不过这又是一架无人驾驶飞机。无人机在美国变得如此热门,为了应对它们,地方政府已开始制定新的法律了。 更新的消息是,亚马逊计划利用它们的无人机向全美各地的住家和公司运送包裹。亚马逊一流空运Prime Air递送系统,希望把不超过2.25公斤的邮包在30分钟以内送到客户手中。 亚马逊的无人机重24公斤,飞行高度在121米以下,将从全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配送中心出发。 亚马逊说,无人驾驶飞机配备感应回避技术,能够感应和回避飞行途中的障碍物。亚马逊正在等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最后批准,然后才会正式推出这项服务。VOA卫视报道。